丹寨 从名不见经传的国家级贫困县 到阳明世界杯 角逐嘎那 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目光 在丹寨万达小镇开业一年之际 伊文集团董事长夏华 接过第46任轮值镇长聘书 带着他的不一族秀娘来到丹寨 再次把丹寨推上了国际时尚的舞台 一场苗族文化与国际时尚完美结合的视觉盛宴 坐落在小镇鼓楼广场 铺满红毯的T台灯光闪耀 场内已经坐无虚席 即使没有座位的场外观众 也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这一天 丹寨万达小镇像过节一样热闹 为的就是这一场前所未有的 苗族婚礼国际T台秀 开场的苗族舞蹈 结合了丹寨民间传统舞蹈紧机舞 同时展现了苗族婚礼特有的撑伞对歌 压力提亲 送酒肉 备舞饭 吃爽舞 以及抢婚动习俗 当五位来自五大洲的世界小姐 身着苗族大婚礼服 依次上台亮相 场下掌声雷动 赞叹之声不绝于耳 此次T台秀上展示的所有苗族婚服都是高级定制服饰 以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文样元素为主题 所有服装的刺绣部分都由不一族秀娘一针一线手工秀制而成 作为背景 秀场两边一直摆放着两台苗族手工织布机 两位不一族秀娘坐在织布机前与整台演出融为一体 在T台秀现场 夏华镇长激动地说 我希望能跟丹寨的手工传承人一起 把丹寨的文化用最时尚的方式带给世界 如何将传统工艺振兴与精准服 贫结合 把大山里的手工艺转化为生产力 这是夏华一直探索的问题 为此 他成立一文中国手工坊 为深山的贫困秀娘组织订单化培训 绑住他们承接企业订单 如今 数千名贵州深山里绣娘抱着娃 为着积鸭 绣着花 也能养活自己养活家 这正与万达的扶贫精神不谋而合 万达集团在丹寨小站的扶贫 做得很扎实 很用心 作为镇长职责 每任轮值镇长 都要到丹寨的茶山上 种植自己的爱心茶园 海拔千米的丹寨被誉为云上丹寨 山清水秀 常年云雾缭绕 丹寨茶树无公汉 无污染 土壤富含抗癌之王 生命之花的细心微量元素 高品质的细心茶 不化肥 无浓药 不添加 通过欧盟认证285项严格检测 丹寨是国家级贫困县 苗族人口占70%以上 万达集团首创企业包线扶贫模式 一在丹寨投资20亿元 其中去年7月3日建成的万达小镇 着眼振兴当地产业保护苗族传统文化 一年来吸引了500万海内外旅游者和投资者 带动了当地脱贫 今年4月21日 丹展万达小镇联合丹展县委县政府 又启动了一个创新扶贫项目 丹展扶贫茶园 夏华镇长不经感慨 万达集团在丹寨小镇的扶贫 做得很扎实 很用心 扶贫茶园的经营模式也很清晰 很落地 当走进茶园 种下那棵茶树时候 似乎就能体会到万达在打造 这座特色小镇过程中的用心和付出 相信丹寨万达小镇一定会走向世界 让世界为丹寨打扣 夏华镇长用池上点亮丹寨 他希望全世界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丹寨 让世界读懂中国 让都市读懂大山 让未来读懂过去 玩